定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今天是9月19号礼拜二 哇 怎么办 今天大盘表现得又不好 昨天大跌200多点 今天又再跌60点 然后你今天看节目 可能一开始会讲 哎哟 听说趋势老师 这一段期间都在做多 这样对吗 来 首先所以我们这段期间 我们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把我们这一段期间 手上持有的股票 目前为止的绩效如何 全部列在旁边 来 我们做多 对还是不对 答案在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我们的账上获利 绩效都是正的 所以是对的 但是你可能会讲 哎 老师 那可是明明大盘是跌的 很多个股跌的稀里花啦 如果我持有的是这些个股 应该怎么办 那其实很简单啦 那我们顺势用我们的一档个股 来跟你做一个比喻 首先呢 我们虽然测标写在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有一档个股 我们先做一趟获利了结 哪一档 来 2462的良德店 这个地方 来 导播稍微放大一下 2462的良德店 这边我们就是市价获利全数卖出 获利卖哦 42.5 为什么我们卖 因为它的现行走法不对 当初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来 八月底 八月底38.55 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跟今天很热门的一档ETF 00929一样 今天它出全息嘛 当时我们买进良德店 也是因为过两个交易日之后 良德店要进行除息 那我们代会员 希望能够多赚一点 所以当时我们是参加的嘛 来 2462的良德店 昨天我们甚至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8月24号买 这一段不是下跌 是除全息啦 所以我们还原全息 现金股利先拿0.3 股票股利又拿0.3 股票股利 如果后面股价上涨了 你是不是赚更多 昨天涨上获利18% 而且昨天出现了一个 还不错的形态 这个形态叫做两红夹一黑 甚至有一些是研究短线 K棒裸K操作的 会在这个地方 画上一个英文字母叫做H 两红夹一黑 它是一个漂亮的形态 昨天又冲高 又快来到涨停板 所以来 我说你要卖 不是上个礼拜卖 你是这一个礼拜 本来这个线形 我们也讲很实在的 照理来讲 这种线形 这种K线的组合 应该要把散户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今天应该要直接喷 按照我们教科书所学的 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流派 它今天就要直接喷 今天有没有喷 今天没喷 今天没喷你做什么事情 早盘有一个反弹 我们就带会员先做一趟获利了结 全数获利卖出 已经出在相对好的价格 今天如果你不出 大概就多亏个一趴两趴 虽然还好 但是在我心目中 能够赚多少 当然我们就赚多少 那我讲这个故事 是要跟投资人讲什么 那近期市场上面有一些投资朋友 第二季你可能没有买到AI相关概念股 到了第三季 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跟你讲 我们凭着一股信心 凭着一股信念 在这个地方低接伪创 不好意思 不管你是学哪一家的流派 应该都没有哪一家告诉你说 你就是死撑着 死咬着一档股票 永远都不管它 没有这个流派吧 对不对 任何的流派都告诉你说 在股市信心坚持 以人生来讲 这或许是一个优点 但是在股票操作 没有哪一家技术分析 告诉你在这个地方硬凹 是对的 对不对 有的话 麻烦你告诉我 有哪一个投资大师 巴菲特索罗斯 也会赔钱 该停损他们就停损 没有看过哪一个投资大师 在这个地方出来跟你讲 不管你买任何的股票 跟他拗跟他拼 所以三二三一的伪创 像我平常自己 也有在非凡做连线 主持人心地善良 怎么样 会想要追问我 老师那伪创 投资人有应该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在连线 我只讲一句话 甚至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 只讲了一句话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的会员手上没有伪创 就这句话 应该聪明的投资人 我相信会看我电视节目的投资人 应该你们都很聪明 level都很高 因为我们的节目形态和别人的不一样 我讲这句话 你应该就知道意思了吧 也不用在这个地方 特别大放厥词 说他就要崩啊 什么之类的 让投资人不开心 也不用 我们只是讲一句 不好意思 我们手上没有伪创 讲到这个地方应该清清楚楚 所以回过头来讲 今天你发现一档个股 它是不对的 你做什么动作 如果你不是跟着我操作 建议 看 不要说什么 在这个地方用什么信心啊 对不对 满怀就什么信仰啊 乱七八糟讲一堆东西 没有一个流派告诉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跟他应拗 所以呢 麻烦请把资金做一个轮动 我们讲我们的故事 今天我们代会员也是一样 当然啦 有一些人操作是操作伪创 那当然就必须要进行怎么样 停损 我们是进行什么 我们是进行停力 来 二四六的良德殿 我们代会员在这个地方 在电视机前面 我们也顺便澄清一下 今天我带着你操作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一定带你先跑 这个部分放心交给我 所以我们是停力 K线的组合不对 今天我们的讯息清楚明了 市价获利全数卖出 很简单 现行走法不对 但是讲回来 来 这个地方我们研究一下 目前为止 它中长线的格局发展 我们讲目前为止 它今天的K线不对 也有一部分是 今天的大盘表现得不好 很多个股的K线 短线上来看 都不对 但是如果以中长线来看 我们也顺便澄清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长线持有者 你说老师我刚好持有良德殿 你如果跟我们买的成本一样低 你说你想要续报 我认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同时观察一下筹码 目前为止 主力仍然是站在买方 他们并没有出货的迹象 所以我认为今天只是K线 看起来不好看 我们就卖 二话不说也先卖 但是以筹码来看 其实它是相对的稳定 也相对的安定 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上没多少投资人注意到它 反而是昨天你会去注意哪一档股票 来我们来讲一下 除了3231的伪创 还有这一档 来 这段期间你是不是听到一堆分析师 昨天开始跟你分享他 说你看我手上有4961的天狱 他多么的好多么的好 哇今天不讲了 然后开始跟你含糊及词 没有啦我们买的比较低啦 我也没叫你追啦 没叫你追 你昨天干嘛在电视机前面跟人家讲天狱很好 这才叫做筹码乱掉 今天你就会发现要嘛在那边胡说八道跟你讲 没有啦我们买的比较低 我们只是分享不推荐你买 第二个不然就是根本连讲都不敢讲 试问啊昨天 说实在话昨天你也买不到因为涨停板 如果昨天真的让你买到 请问今天这样的开牌 你说可是它11点多12点有回来平盘啊 你今天的早牌你就撑不住了 说实在话如果今天是我进场 我也撑不住 澡盘这样子洗谁撑得住 所以你没有听到这段期间我跟你讲说 我们手上有天狱 相反的其实我们讲了 顺便多讲几句了 面板回温这件事情 今年的年初早就发生过了 甚至我们去年就跟你讲 我们说当时我们操作 当时我们是操作友达 去年操作因为当时面板的价格正在往下砍 我们是逆势操作 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股票 我们注意到了 这才能获利 讲实在话是这个样子 废话我们不多讲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手上的持股 来我们测标写的今天只有良德店 我们先做一趟获利卖出 另外几档呢 目前为止我们还持有 来看一下今天长什么样子 9月5号2313的华通 46元以下买 买在什么点 买在起涨点 那这一档个股当初我们也有讲 我们是先卖3715的定颖头控 因为3715的定颖头控 在我心目中 9月的时候已经就不太好了 它不会比华通还要飙 操作也比较没有效率 所以我们8月进场 先吃鱼头跟鱼身鱼尾的部分呢 别人爱吃就给他们吃吧 相反的我们把资金转到 2313的华通 知道我们怎么操作了 有没有跟任何一档股票谈恋爱 没有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硬拗 也没有 9月18号昨天 9月5号46元买 一波上来 帐上获利25% 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华通是涨还是跌 今天华通没有涨 今天华通是跌的 今天小可惜了 今天盘中还创高 后面压回 第一个 涨多了 今天一根上瘾 现在一根休息 是不是代表了即将崩盘 当然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多看一天 但是后面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现行不好看 我们一样先跑 绝对跑得掉 你要买30张50张甚至100张 你都跑得掉 所以我们才会带会员去买 也不会挑那些名不见经赚的小股票 有量有价 赚取一顿适合合适的价差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一档个股 来这个地方稍微帮我们扣一下 不好意思上节目太赶 少算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账上是写25% 如果你每天盯着老师的节目 再帮老师算计效 没问题 帮我们扣1% 目前为止我们账上获利24% 有没有跟你硬拗 没有嘛 我们是用我们这一个流派 带你赚取怎么样 合理的报酬 那今天另外一档 来我们先讲 讲完滑通了 我们来讲另外一档个股 也放在我们的测标 跟你一档一档的验证 这两天虽然盘是不是太好 但是目前为止 这一段操作下来 其实会员还是颇有收获 那我们今天就不放VCR 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很多 8月初的时候 我们有跟你讲2455的全新 我认为还会向上 你有兴趣 自己去看那一天的节目 来 8月4号买小套 套完之后喝了再上 因为我们对产业是有研究的 到了9月初 9月7号的时候 帐上获利来到18% 后面又一个小修正 它就跟滑通很像嘛 来 再来看 滑通的未来试 你有没有发现 滑通走一波第一根下沙 但是只要你研究的各股产业是对的 现行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档我们就续报 2455的全新 来 这一档昨天本来就想要跟投资人分享 昨天节目时间不太够 昨天大跌200点 2455的全新 一根红黑 要把这一根黑K 所有的套牢卖压全部吃光光 今天呢 小掌 小掌两个tick 这个地方 我们的持股有没有问题 我们的产业对不对 今天先跟你用数字来验证 不是跟你用信心来验证 是跟你用数字 当初我们也分享 2455的全新 就算你不买它 请你也先把它放入为你的自旋谷里面 为什么 如果你操作的是对的族群 你一定要同步观察这一档 当初我们是这样子讲的 我说 今天很多人都在跟你讲高传输 对不对 有些人跟你讲CPU 有些人跟你讲LiFi 这个有机会 今天我们节目都会谈到 那最上流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上讲 请你不要持有广达 不要持有伪创 因为那个是第一波的AI概念股 它可以说是怎么样 资料中心的最上流 但是现在资金在这个地方吗 现在资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这是我们从第三季 常常跟投资朋友讲的图卡 不断的提醒你 你不能只是听 你要动作啊 对不对 我们就动作 把产业换到网通 把产业换到高传输 因为黄仁勋苏之锋 创造超级晶片 不是直接传到挨家挨户 中间需要经历边缘运算 才能够让我们一般的民众使用 甚至我们说 甚至把资金 除了转到高传输之外 我们还转到一些AI的实际应用 所以AI没有结束 只是资金正在做一个轮动 所以当初我们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做了几档PCB 跟你讲什么叫做边缘运算 甚至也跟你讲 第一个良德电在做什么 良德电连接线的产业 有一部分切入到智慧家庭 所以为什么我们预先卡位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出清一趟 是技术现行上面的出清 但是产业面我跟你讲 它是没有问题的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高传输最高价的指标股是哪一档 4966的普瑞 股价有没有问题 来看一下 4966的普瑞 小跌一趴 中长线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从低档发动 我们在节目上比较不会多谈 原因它有一个小缺点 股价没那么亲民 所以我们不花时间多谈 4966的普瑞 你可以把它当作自选股指标股 参考一下 然后跟着我们的脚步 操作这些中低价相关的概念股 来除了2455的全新 这段期间我是不是还要跟你分享一档 今天讲到AI的下游 还有哪一个族群 AI封测 2449的晶圆电 是最积极切入AI晶片封测的 老师AI好像死掉了 来看一下2449今天怎么表现 不好意思 2449今天上涨1.75% 根本不管大盘 即将再冲过前高 我们挑选的产业对不对 族群对不对 8月17号为什么六十几块钱的时候 在哪里来 8月17号跟着我们的这个十字游标一起走 8月17号 晶圆电根本连动都还没有开始动 我们就先进场 大部分的流派都是这样子跟你讲 你看长了一根两根之后才开始跟你讲 这个地方突破 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因为我说你也知道最近的大盘并不是那么好 今天如果你要用突破形态 请你在超级多头格局的时候使用 今天如果你是在盘式修正的时候你要站在多方你是正规军 请你不要用突破形态效率比较低一点 相反的我们研究产业在区间整理的时候 我们就先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现在是不是可以以意代劳 当然前一段我们有先做一趟调节 为什么 倒过来嘛 两黑夹一红 跟刚刚的梁德电完全相反 梁德电是两红夹一黑 2449晶圆电是两黑夹一红 也不要调节 调节一趟啊 但是你的基本单能不能在手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挑选的产业是对的 甚至我说我们在非凡连线的时候 还帮投资人做了一份表 因为你今天听完我们介绍这些个股 你好像有一个想法 你说老师 你今天持有的这些个股 好像跟某一档ETF 它里面的成分股很像 你没有看错 你也很聪明 没错 跟哪一档很像 跟今天最热门的00929很像 00929里面的成分股 甚至我们说这些基金经理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我们的节目 才去买这些股票 当然这个部分开个玩笑 甚至今天我们讲到高通讯产业 高传输产业 三大通讯模组 这个地方我们就跟你做一个超级比 第一个今天我们一开始先讲比较中长线的部分 但是实务上我们代会员 其实我们布局的可能会带你买一两档 长线的好股票 但是也会一两档带你做比较效率的操作 做短线的操作 来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刚好讲到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复述了 你应该也很清楚什么叫5G 什么叫Wi-Fi 都是用无线电波 那它的优点跟缺点这个地方 你自己如果你是看电视 你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做个拍照的动作 都没有问题 今天我们顺便讲一下Li-Fi的这个部分 Li-Fi其实也不是新技术 简单讲它就是用可见光 当作资料传输的方式 什么叫可见光 你的身边如果现在有LED灯 那就是可见光 就这么简单 它就是用LED灯当作传输的方式 优点就是它比较便宜 辖带的资料量怎么样 是最大的 那现在不是进入到高传输的时代 AI已经要成真了 只是它是现在进行式 所以个股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休息 所以你必须把资金轮动到高传输族群 所以Li-Fi又被拿出来讨论 以前的Li-Fi当然跟Wi-Fi比起来 Wi-Fi比较不安全 Li-Fi本身有它的缺点 比如说它的穿透力弱 所以以前是军工单位喜欢用它 哪一档个股 3005的神机 3005的神机 来我们就是进行短线的操作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好了 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操作它 今天9月19号 来导播来放大 3005的神机 恭喜今天强喷 我们发讯息的时间点 早上10.09分46秒 3005的神机 来最后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也是跌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档个股 就走它自己的结构 10.06分我们发一封恭喜 恭喜完了之后呢 效率操作 来 但是这边83块钱付利 先获利了结一半的部位 我们能不能就算这一段 这个地方有获利 我们能不能先放口袋 做股票不要硬凹 我们都是在做停力的动作 要转进低档的个股 今天早上10.06分 也算一趟效率操作 但是我们没有全出 我们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剩下一半的单子以义代劳 所以先获利了结了一半的部位 先抢个段 这一档个股 甚至我们跟你讲 后面这个族群 不要说你操作的是LiFi 你操作的是WiFi概念股 5G概念股 我认为都是对的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 满手都是不对的股票 应该换到哪一档 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就要提供你一档股票 我们先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运达同步黄老师 新AI高传输自驾车 强势道封关 短期3加3只限10名 短期3加3只限10名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黄老师 新AI高传输自驾车 强势道封关 短期3加3只限10名 短期3加3只限10名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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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不好意思 时间不太够 我们只能快速带过 我们说AI没有结束 只是资金在做一个轮动 刚刚跟你讲到的边缘运算 先把PCB挑出来 自驾车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部分 把PCB挑出来 从第二季开始 我们就在肯定讲这些个股 5469的汉语波 6191的金城科 5469的汉语波 后面成长幅度最大的是在网通 6191的金城科 后面成长幅度的最大的部分 是在车用 来 顺便看一下 6191的金城科 今天有没有受到磐尸的影响 没有 走自己的结构 还在创新高 5469的汉语波 还在创新高 有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都没有 所以第一阶段 我们跟你分享的这些个股 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股票是不对的 你现在加入 我们会带你买相关的族群 那自驾车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市场上面的投资人 买到怎么样 股价这个地方已经到疯狂 后面你还有机会 甚至我们特别帮你抓出一档 目前为止 主力还正在吃货的阶段 但是这一档无人问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 你应该是把你的个股 做一个太弱流强的动作 跟着我们的脚步操作 才是对的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教练正跟达子的比善号 宝贝 上班累吗 好累 给你笑笑 谢谢 晚上来做运动 嗯 汤哦 你弄我吗 快去拿蛮牛 保力达 蛮牛 精力充沛 等你哦 保力达 蛮牛 运达头顾黄老师 新AI高传书自驾车 强势道风关 短期3加3只限10名 短期3加3只限10名 速播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